我為了這一雙 也幹了我這一輩子 第一件事就是 妳是路邊 這是一個就是高跟鞋的品牌 吉米先生 吉米先生跟西班牙那個評價品牌 他做的一個設計合作 那一天我就是為了他這個 新品發表就飛到香港去 然後我飛到香港 妳都不算機票錢在裡面的 機票 當天來回嗎 買 當天來回 妳去日本的時候 兩天一夜 我有過夜 妳還有雞加酒 但是我為了這個 我就訂在那家店附近的飯店 後來我就想說 晚上吃飽飯7點多 我說不對 門口有人了 開始有人排隊了 我說才7點多 它是隔天早上才開始賣 為什麼7點多排 後來我就說沒關係 我們先吃飽飯 看吃飽飯回來人排多少 我們再決定晚上要怎麼做 後來我們就去吃吃飯 吃... 後來不對 到11點 快12點 我們回到飯店了 準備要休息了 不對 門口已經繞一圈了 我就說不行 我們為了這個牌子 特別飛來香港 怎麼可以沒有買到 我就告訴我朋友說 我說我先去排 妳先回去洗澡 妳洗完澡我們再來交換 後來我們開始排了 我整個 因為香港晚上非常冷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時候很冷 我就很冷 我就只有穿一件皮衣 我說好冷... 所以妳從11點開始去排 我從11點開始排 然後因為很冷 我就說不然妳從飯店 帶兩條浴巾 我們蓋浴巾 不然飯店很冷 他說不行 那個浴巾白色蓋在那邊 人家知道妳從飯店拿出來 不好 我說 我說那不然我就買報紙好了 妳去包報紙 買報紙 再去香港再去買一件 我就從11就好了 也滿便宜的 沒有 那個時候已經半夜了 那個時候所有的店都關起來了 我搬雨衣也OK 可是雨衣我覺得很醜 不好玩 但是很醜 我就鋪著報紙 然後睡在地上 然後我跟你講隔天早上 我是排到第三回合 因為它是一個時段一個回合 一個時段一個回合 我排到第三回合 後來等到我要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不對 前面 因為它是每一個款是只要賣完 它就沒有了 所以我就看到前面 因為很多的就是對岸同胞 他每一個人進去 那個紙袋都扛三 四袋 我不曉得他們是要拿回去賣 還是怎麼樣 我說怎麼可以這樣 蘇拉姆蘇丁 我們是台灣人 我進去 我只要看到是我的尺寸 所有的款我都掃 而且這一雙出黑色跟藍色 我買兩雙 到目前為止 這兩雙我還沒穿過 已經一年多了 我還沒穿過 所以那天妳去掃了幾雙 大概七雙吧 好可愛的小小 但是這個還是最誇張小玲姐 是嚴重的電雙 因為我有朋友就是常常飛美國 然後這一雙呢 我就跟她講說 因為我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去 我就說 妳現在進到Outlet 每一家店妳都打電話給我 那一天半夜我沒有睡覺 我就在等她的電話 因為時差的關係 我說妳現在進任何一家店 電話拿起來 妳告訴我 妳眼睛現在看到什麼都告訴我 然後她就開始告訴我 那個包長什麼樣 那什麼東西長什麼樣 她講到這雙鞋 她說有一雙鞋好漂亮 鞋跟上有流蘇 我就趕快上網查 我說好 我現在查到了 妳那個鞋子前面是不是有編織 她說對 我說那個腳背是有一條線 對 我說好 那我知道是哪一雙 我說那現在Outlet賣多少錢 因為我在網路上查 這一雙在台灣是賣6萬多塊 我一定不可能買了 我說好 現在Outlet多少錢 她說現在打完折大概2萬多 好 買 我就買回來 連鞋子連看都沒看到 我網路上我有查 我有同步上網查 妳怎麼知道妳穿下去是OK的 對啊 妳現在是穿 有時候眩頭的關係 而且重點是這種流蘇鞋子 一定要很時髦 那種穿很時髦 才能夠把這個鞋子味道穿出來 說得好不好嗎 所以我沒穿過 我不曉得怎麼搭 最重要的是 我非常非常仔細的收藏它 我把它收藏在我的床底下 妳的鞋都放在床底下 沒有 全部 就是一些 我老公沒看過都在床底下 我們有很多地方藏東西 對 我跟你講 為了我買東西 我那個時候買床 我特別買仙床 就是妳知道 我買那個KING SIZE的床 那個床一仙 下面就是KING SIZE的空間 什麼東西都可以塞 我的包包 我的 看得到 看得到 我們這個節目最棒的就是 我們有大陸市場 那 宇安的老公 趕快來看吧 老公 我明天開二手店 全部過來講 沒有 我就把他放在那邊 因為他回來 他就會說 妳怎麼又穿新鞋 那個KING SIZE可以擺多少 很多 對 還沒裝滿 還有空間 工作壓力這麼大 然後我覺得我的發洩管道就是 偶爾稍微購買一下 偶爾 我覺得妳這句話講得 非常非常的貼切 是 好嗎 工作壓力太大了 人呢 壓力和情感 是要散發出去的 對啊 不然我那 他是壓力 我是情感 因為他發生 我們找到出口了 出口了 不一定 不一定 這些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是女生 自己找的藉口 我稍微問一下邱醫師 好不好 思佳 我去日本工作的時候 私信封買了很多東西 然後我帶了三大箱回來的時候 我過海關的時候 就被罰了兩萬多塊 台幣的操縱費 我光操縱費 然後我就付兩萬多塊 然後整個人心情影響說 兩萬多其實也很好買 對啊 然後整個人就要回程的時候 就心情就感覺像 被鋪了一盆冷水之後 整個在機場就極度的不會送 是妳買的這些東西 然後就 沒有 然後這個包包就在機場買 因為整個人心情就受了影響 空體 出口 我要宣洩 然後想要留下一個完美的結局 然後就光碰他們家的牌子 因為我最愛桃紅色 然後他又跟我講說 這個顏色只有在日本才有 台灣是沒有的 而且在機場買又便宜一點 這個是很失心瘋 你是為了這個水鑽買 這個豆腰麵吧 我跟你講 我是為了它的功效買的 就是它這一瓶 它當時就是說裡面有鑽石粉末 對 所以你擦在臉上的時候 你的臉上那個光澤度 是無人能敵的 這個就是 它當時就跟我講功效 然後什麼... 然後我就在那邊擦了半天 然後想說 好像還滿不錯的 然後我就 接下來就要問到價錢的問題了 然後因為我一副就表現出 想說我要買 我想買這一罐 我就是要把它帶走了 當你已經準備好 卡已經拿出來的時候 他說這一罐 因為是新品上的 所以這一罐大概10萬 10萬 然後我真的 你知道那卡在半空中 卡真的在半空中 然後結果呢 就在我抖兩下的那個瞬間 另外一隻手也接住了我的卡 就這樣子 我就 然後他就接住那個卡 然後我就想說 這... 抽不回來了 趕快跟他講 妳跟他講說 我考慮一下 10萬真的是有點貴 可是妳知道 試試做真的太愛面子了 10萬 還能用完的 鑽石粉末 你們 怎麼這樣子 妳看抹在手上讓我們看一下 真的用完手會不一樣嗎 真的有啦 10萬 好 好 我們現在來擦上去 以霜的質地來講 它算非常清晰 很快的時間 它就吸收了 有沒有... 而且好亮喔 沒有擦的那一支 你的手上面會有鑽石的光芒 有啦 有沒有 有沒有鑽石的光芒 我覺得好像 這支比較亮耶 好像 這支比較亮耶 你看 小老師都猜要放了 有啦 真的有擦 你們哪一個那個 很便宜的乳液 擦在我這裡看一下 它搞不好也有鑽石的光芒 好 我們現在呢 要來進行治療了 我們今天呢 前面先兩題 好不好 兩題 複合的題目 來 第一個題目就是 我是個購物狂嗎 來 邱醫師 閉上眼睛來 然後呢 再寫 閉上眼睛打 先打一對 不是 然後呢 等一下 等一下 等我說開始的時候呢 就在心裡面 默數一分鐘 然後等你們覺得 一分鐘到的時候呢 眼睛不要張開 就舉手 然後我們會先不告訴你 你舉手的時候 到底是幾秒 或者是一分鐘幾秒 等到大家都舉完手之後 我們再公佈答案 好 預備 開始 好 寶媽舉手 好 欣慰 好 還有小玲姐 好 宇安 好 全部都舉手了 好 現在張開眼睛吧 你們怎麼那麼久 你會不會太快了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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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數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數到六十就是一分鐘 對 可是你舉手的時候 你們的意思是怎樣 一 二 這樣子嗎 差不多 就差不多秒之一 二 三 好久 寶媽 你在舉手的時候 我才數了 二十秒 我也差不多二十秒 對不對 你們的一分鐘好長 不 是您的一分鐘太短了 好 我們現在先來公佈大家的 先來公佈 正確的秒數 正確的秒數 對 寶媽覺得一分鐘到的時候呢 其實才過 宇宙才過了二十六秒 星級啊 差不多 對不對 好 再來 第二個舉手的是心慧 心慧 心慧舉手的時候還蠻靠近的 但是也不到一分鐘 是五十四秒 還差六秒鐘而已 差一點點 對 然後呢 小玲姐跟那個 私家舉手的時候 都過了一分鐘一點點 大概一分零幾秒的時候 對 那宇安又更後面了 大概一分十幾秒 好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成為購物房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No.1的原因就是 就是心比較急 急躁 所以呢 所以裡面 只有人先刷卡 東西都還沒有看到 先刷再說 好整喔 謝謝 謝謝 謝謝